財富指揮官 財富漲停板 而且今天禮拜四 軍中的朋友早上是舉光日 下午是舉光漲停板日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再次出手 我直接先跟各位報告了 我們再次出手 一出手又再次讓家喻 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迷彩西服 再次攻上漲停板 我相信這是非常漂亮的一個狀況 而且之前跟各位報告的 4916的士星科 還是軍工股 士星科我有跟各位講過了 火星上面的好奇號 美國外太空的衛星上面那個樹線 是咱們台灣的士星科做的 知道嗎 原來美國的衛星裡面是我們台灣做的東西 上個外太空 這都是為了軍事 這些都是為了國防 而且軍事國防甚至 等一下還要跟你講 現在進行是澳門政府跟香港政府正要召開記者招待會 現在看起來解封的題材到現在也還沒完 所以我說過 現在的行情裡面我不斷的從安控 各位看到沒有 安控到現在為止飛上天了 真的是飛上天了 各位看到沒有 從8月份到現在為止還在飛啊 從安控到國防到中國解封 不斷的跟各位來講 我說這個行情裡面 你真的想要賺到錢 你真的想要在股票操作有意義 你一定要跟上題材概念股 順便再跟各位講一件事好不好 拜託拜託好不好 來各位來看一下 我用這個方式來跟各位講 來看一下 來 今天早上第一個問題 我先幫大家回答好不好 有人就跟我講說 老師 國防股漲了很多了 來 外資剛進場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講金銳漲很多啊 結果後面還漲這麼一大截 甚至我們講台積電好不好 你最喜歡講台積電 雖然我認為今年講台積電沒什麼意義 因為台積電跟金銳不能比 不管 總而言之外資進場 台積電還是又漲了一段 雖然可能還要疊回外資的成本 但是我先告訴你 外資進場其實都還漲了一段 親愛的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還要在金銳市家喻啊 我四肢掌停板賣出去多開心啊 高出低進我會員朋友 開心到不得了 請問一下這誰買的 請問一下這誰買的 請問一下不是各位所看到的情況 不就是從一般我們所跟各位講的題材之後 那麼外資真的到後面受不了了 尤其是內需概念股 他們其實不是那麼了解的 那麼阿兵哥我們要增加多少 你以為外資知道嗎 如果連你也不知道的話 那我就真的麻煩大了 我跟你講是你麻煩大了 就算沒有延長兵役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會延長喔 你看現在較招的人數啊 已經增加多少 七千人增加三分之一了 等於說本來我跟這個嘉義西服是拿了 每一年拿二十億的國防部的一個預算來做軍服啊 那麼現在再增加三分之一又要增加六點三億啊 明年就是二十六點三億了 先不要管有沒有延長兵役就變二十六點三億 你沒看到嗎 那股價會不會漲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啊 很多股票其實只漲到半山腰 很多股票還會續漲 強者的股票還會橫強 你相信我 該帶你下車的時候 我還是公開告訴你 我今天已經沒有金銳了 但是我們金銳跟所謂的華金 真的是整個波段報上來啊 你都還有機會上車 你不要到最後的時候 我還是告訴你 就要上車的人早賺得多 上車的人晚賺得少 做對股票只有所謂的大賺跟小賺 先上車大賺 後上車小賺的問題啊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好好的 真的是苦口婆心來講 要不然我輕輕鬆鬆講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要怎麼形容咧 做股票啊 甚至人啊 我們等一下要講一件事啊 人要放棄成見 放棄執著 你做股票的功力會提升耶 你說老師你現在要跟我講什麼 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啊 我講得比較誇張一點 我要點話你啊 我要讓你開悟啊 來 各位注意喔 今天我們這一段呢 真的是要讓各位開悟的喔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來 我們今天來想辦法改變你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你要強股不買啊 哎呦 怎麼越來越強啊 結果我們老師說 一早一開始的時候說金銳這種股票 我告訴你一件事投機股啦 沒人知道 什麼華金 華金以前還沒有成家那樣投機股啦 結果呢 拉回來不買 又上去越來越強 拉回來不買 又上去越來越強 於是你們老師就說 哎 好像聲銳不錯 其實跟你講一件事啊 那是我們家金銳跟華金 幫你拉上去好不好 那才聲銳長太多了 先不要買 結果呢 還是越來越強 就一路上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然後最後呢 說不定跑去追一下天樂店啊 說不定跑來追個一兩天啊 你看 我華金賺利支停板好厲害 是嗎 然後金銳賺利支停板 金銳最多 金銳賺利支停板好厲害 其實一毛錢都沒賺到 call也是call那個沒有人的會員 結果呢 你的感覺是 你的老師強股不買 結果越來越強 你的感覺是 你也是一樣 你自己強股不買越來越強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弱的股票如果不換了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它越來越弱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我很簡單的跟各位報告啊 你看一下那些所謂投信經理人 外資經理人都一樣 其實他們70%以上的股票是不動的 後面30%才有進出啦 那如果30%的股票 那它是越來越弱的話 對不起啊 那我也是經理人啊 就跟我一樣啊 那每一支股票都在跌 你只是沒有罵到你們那個經理人 他明天去碰他們總經理 他就說 你的績效最差了 你的績效最差 你買了這個你買了精銳 你買了滑金越來越強 你留下來 我給你加薪 這不就是最大的原因啊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指數盤整 現在指數是盤整啦 不用再多解釋了啦 那指數盤整會怎樣 強者橫強落者橫落 就是法人先這樣做啊 你不動的話法人也會動啊 你不賠法人會把你殺下去啊 你不殺 你不賣法人會把你殺下去 懂不懂我的意思 盤整股不動的話 你就在浪費會期了嘛 就浪費時間嘛 所以我跟你講說改變命運 你要換股啊 強者橫強落者橫落 我再問你一次啊 你有沒有感覺啊 你每天覺得它漲很多了 今天就有人跟我講說 老是8033雷虎漲很多了 1417的家喻漲很多了 結果咧 你不買越來越強 因為它是正確的趨勢啊 而且呢 如果你不賣它的話咧 結果糟了 上次反彈也沒買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糟了 上次反彈沒買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越來越弱 幾乎到最低點去了 所以我說過股票啊 為什麼 都是成見啊 你就是因為整天在想說 哎呀 我這個陽明會配30塊給你啊 假設今年配30 明年剩15 後年剩5塊啦 我告訴你 而且配股不要忘記了 配股最後就是你自己的錢 好不好 哇我今天快來不及講了 來吧 我們來做一個最簡單的測驗 心理測驗 你說老師你的節目 還有時間做心理測驗啊 是要幫助你啊 幫助你賺錢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兩檔股票你買哪一檔 我覺得啦 就算你只有 就算是我兒子好不好 我兒子只有小學五年級 他會選這檔 因為知道這檔在漲 這檔股票 這兩檔股票你覺得哪一檔要賣掉 應該是這檔要賣掉吧 但是為什麼你這檔不想賣呢 因為你知道說 哎呀這叫什麼 執著啊 這叫成見啊 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說這個名字好好聽喔 這個名字好好聽喔 所以我不想賣他你知道嗎 他名字叫萬海耶 他那麼記不記得353塊告訴你啊 沒有萬海名陽四海啊 結果現在剩多少錢啊 這兩檔股票你不想買啊 為什麼 因為你不認識他啊 原來我在講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說過放下這個執著啊 如果你不認識他們的時候 你真的會賺大錢耶 當你認識他們的時候 反而大賠錢耶 為什麼 因為媒體錯誤的引導你什麼純股啊 配股啊 配股怎麼會配得回來 配股配得回來的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配股配得回來的話 我告訴你 那這檔股票早就應該配回來了 1975塊錢了 你們只是沒有活那麼久而已 我已經活那麼久了 我看到多少國泰金控的主管 絕對後悔了 會回到受不了 哎2615的萬海 我還是告訴你 不要說2615的萬海啦 你看一下有多少年成績沒漲 只要後面再這樣子一樣好不好 這一段移過來這邊啊 我給你保證下一次漲的時候 我不是老師啊 而且可以是十幾年以後了 所以為什麼你們會選這檔 為什麼你會選這檔 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一下好不好 來 這兩檔你要選哪一檔 一定是選這檔吧 這兩檔你想賣哪一檔 一定想賣這檔吧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說過啊 這些都叫做什麼 成績 對不對 願意換股票你就能夠贏 而且呢我為什麼我能夠在最近來講的話 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呢 我為什麼在這次特別是從虎年下來 我能夠唯一靈活操作 除了我們說過 基本面的原因寫在這裡 另外我一點執著都沒有 我一點執著都沒有 我只選這種股票 給我的會員朋友你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答案 哎呀今天沒時間講績效 不要我等一下要講 我績效那麼好為什麼不講 績效那麼好為什麼不講 請各位看一下 再請導播掉過頭來 我只選這種股票 我只選上面這檔股票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對照一次 你卻在下面這裡不斷不斷的打轉 真的不好意思講 在天堂啊 在天堂吃稀飯都覺得好吃啊 在地獄啊 這就是天堂跟地獄的分別 或者套房啊 不管你怎麼說你都會非常痛苦啊 而且我發現很多老師 一點國際眼光都沒有 洛克希的馬丁公司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 那麼我跟你講國防股就是什麼 國防股就是險學了 洛克希的馬丁都已經創新高了 為什麼台灣不能創新高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一出手立刻又漲領板 四肢高出 今天一出手又漲領板 買在今天最前面的地方 是不是有人告訴你兵役要延長 既然兵役要延長的話 那這些股票是不是更需要 甚至我就這麼講一句話 來我們現在先直接很快速的講過去好了 剛好這樣快一點 來注意喔 上一次是不是四肢停板 來從這裡開始的 11.2元那麼最高15.59元看到沒有 然後請各位留意一件事情啊 將來我說過 哇這張跑去哪裡了 沒關係 將來我說過那麼基本上 未來你所看到的阿兵哥啊 他們身上穿的裝備是3.6萬元啊 絕對不會像我們以前那麼悲慘的 我講不好聽的話是這樣子啊 還有呢無人機咧 我那種無人機還是會很強啊 我那種無人機還是會很強啊 你沒有發覺一件事 你到底用哪一個角度看說它要跌下來 除了長高兩個次啊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一件事啊 說不定它只有長到這裡來而已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我講精銳長了四個月 我講雷虎現在才長了一個半月啊 還有這個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好奇號 你看我沒時間講績效 當然等一下還要講這個啦 新十條啦 我再問大家一件事啊 這叫國防概念股 這叫你現在所看到的航運股也好 全值股也好 反正就是往下或者盤整的股票啊 那我剛才是不是告訴你說 強者橫強 弱者橫弱 弱者橫盤 弱的話時間越多你賠越多啊 盤整的話你就在浪費會期了 只有強者橫強能夠真的幫助你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放下成見你就能夠改變命運啊 我今天來真的是幫各位啊 可以是說存著菩薩心啊 幫各位來改變你的一個想法的 我發覺很多朋友 到現在為止整天都還在一些錯誤的股票 我直接講一個最簡單的情況了 你認為這張股票是對的 我認為是錯的 為什麼 你這張股票的左邊你在那邊問說 這個連電的基本面怎樣 那是對的 這張股票跌到這裡之後 不管他談到多高 有一天總會崩下去 同意嗎 不管是不是 那個空頭也是這樣講 只是空頭是從這下面空 那不對的 不管他談到多高 前面是前面過不去了 現在大摩在裁員高盛在裁員 瑞士信貸也在裁員 我們台灣其實中小型很多公司已經在裁了 只是沒有跟你講而已 台北市長安東路南京東路很多店面都在那邊招租 難道不是假的嗎 所以將來要選這種股票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講一次 放下執著 跟我念一次 放下執著 你就會選對股票 放下執著 你就會跟上我們 放下執著 你就會跟上財富指揮官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覺得我講得有道理的 覺得你的心已經在動了 請你立刻要行動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運達投顧標股產業專家王老師 主流輪動快速 標股打敗大盤 上半年生技光光 完美避開虎年風險 本破端無人機 安全監控領先市場 強勢獲利 國防軍工 三級標股正在啟動 是您操作標股 尋求獲利最佳家族 迎新除舊 回饋專案 先賺標股 年後起算 一個不達標股專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牆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達投顧 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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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車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 就對啦 那麼今天呢 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利用你自己的直指人心 用你的眼睛去看 不要用你的印象 因為各位想想看為什麼很多人到目前為止 還有這些什麼長榮 陽明 萬海自救會 因為媒體每天跟你講說什麼長榮配多少 萬海配多少 陽明配多少 配股是你自己的錢 我再次跟你強調 100塊的股票配30塊 基本上將來你很簡單就剩下70 如果沒有填息的話 配股是配你的錢 這是媒體錯誤 還有錯誤的老師就跟你講引導 那我問你一件事 不是說不要搶反彈 那請問一下大家在幹嘛 不是說不要搶反彈 請問你的老師怎麼每天都在講 搶反彈他有多厲害 這個不能算彈上去 有的老師還跟你講說 你買78塊現在170 我說搞清楚一點 等於這張沒辦法還原全值 他是減吃 所以他真正的形狀是這樣子 甚至我就真的講一件事 那麼台積電這麼好的股票 我都覺得說這個地方 坦白說台積電現在過不過了 688過不了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過不了 因為今天也很清楚的公布出來 去美國做 其實台積電成本是增加的 美國人沒有像台灣人這麼認真 這麼願意爆肝 這麼隨時讓你加班的 他們到了10點鐘就要喝咖啡 4點鐘就要先休息 現在還在看世界杯足球賽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其實長期來講的話 他是受到一定的壓力 加上現在英戴爾什麼都來競爭了 所以再多再多來個籌碼面往上漲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好啦那我再問你 這兩黨股票你會選誰 我相信如果看這邊 你一定選他 但是如果看左邊這個 左邊這裡你會選他 因為他好好聽他叫台積電 那答案是誰 我說實話 你是被自己蒙蔽了 對吧 他也叫股票他也叫股票 但是你的老師為了討好你 每天說這個好 我為了要幫助你 我每天說這個好 我每天說雷虎好 所以我今天把我們的鄰居 你說老師鄰居是沾光 對 我們就站在佛祖的旁邊 我們是鄰居 因為他會日講堂就在我們公司旁邊了 那我以前走在路上都會碰到 鏡空老和尚 現在實在很想念他 很和蔼很和蔼的笑容 他說通通放下不要去分別 你不要再有執著 你才能看到真相 知道沒有 不要有執著 不要起心動念 不要去聽什麼 晚上九點鐘的節目 這個老師說好 那個老師說好 什麼媒體說好 你先看看你有沒有賺錢 真相是什麼 你賠錢 選錯國的套勞就是執著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我現在問你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有很多時候我看到很多人 在看資訊的時候都是落後資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馬斯克跌出全球首富 你老師天天還在講 車用概念股 特斯拉有多好 真的落伍了 這是很清楚讓你看到的事 它跌出來是很嚴重的事 因為馬斯克本來是 比爾蓋茲加上巴菲特兩個加起來 等於說跌掉了一半的財產 你知道嗎 一半耶 還好我們中台灣沒有特斯拉 有特斯拉這檔股票的話 你完了 所以股票市場不能執著啊 你看到沒有 他從來不執著 他只講真相 哎呀 11月份創新高 12月份下滑 你們老師不講真相 你看昨天景座就跌給你看 昨天什麼 3037的星星跌給你看 昨天3017的齊鴻跌給你看 這個就是真相啊 老師我就覺得這種股票怎麼營收 我再給你講一下 講到真的自己會掉起來 我問你一件事啊 這個股票到底現在來講的話是 套牢的人多還是賺錢的人多 用想也知道答案吧 你往上衝上面有多少人套牢 這個股票咧 我真的不好意思 上面都沒有人套牢 大家都想說什麼時候可以進去 還有沒有新的題材 也有啊 人家才剛剛開始 你就說啊這結束了 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等 我說過 我講安全監控 我們再來講一次 我講安全監控從8月份開始 長了4個月到現在 各位看一下 那麼我現在講軍事 從10月份到現在為止 也快一個半月 兩個月 我現在才剛剛開始講美容 你就說今天就結束 沒有關係 我們慢慢等 我們慢慢等 好不好 當然了 現在當衝率很高 你可以來回操作 但是對的方向 你不能隨便改變它嗎 沒有錯吧 今天我們上節目之前 已經來不及去做任何的字卡了 我們上節目之前 現在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基本面我也給你 我說基本面是政府扶植的產業 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做什麼 做安全監控221億 安全監控221億的話 我怎麼告訴你的 這已經講到快爛掉了 華金的30倍 各位 當初各位看到沒有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 當初這個四季鋼 可以從16塊錢 飆到100塊這一段 16塊錢飆到100塊這一段 政府編多少 編快4千億 它的幾倍 歐十倍 到現在還沒飆完 看到沒有 現在因為今年又編預算進去 誰說編預算不會賺錢的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安全監控編到現在為止 還在飆啊 那現在又要編股房預算給你 你們看到編股房預算給你 編股房預算給你的話 當然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當然是還沒有完 而且這麼多人要當兵了 這是很明顯的 可以看得到的 OK 那麼今天沒有時間講電力幹令 但是我跟你講電力也還沒完 好不好 所以今年來說的話 我剛剛看一張圖表怎麼放 去沒關係 簡單說好了 來我再跟各位強調一次 我們用這裡講 你如果純粹就是做著 跟這個完全順向的 李二老師要不是跟你講說 0050啊 我們配股配息沒關係啊 好一點的說台積電 台積電它從天上買到地上 那麼聯電的 你看這些長的都是一模一樣 金融股配股配息 我告訴你 你的命運就跟這個大盤 完全一模一樣 這裡是幹嘛 空投市場 它跟這張圖表完全不一樣 它是倒過來的 空投市場 你要怎麼創造你人生的多頭 把名字遮起來 把名字遮起來好嗎 選擇正確的題材 我會幫你挑出最好的個股 他們將來的長相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我希望所有朋友 今天是你改變命運 改變觀念 換掉你腦袋裡面 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既然 我們看到安全監控的預算 能讓安全監控大長 國防預算會不會讓 國防大長你告訴我 接下來我們的阿兵哥 我今天沒有帶那張圖 他穿的會跟烏克蘭一樣 烏克蘭全身上下加起來 穿100多萬的一些裝備 包含夜視鏡 包含槍枝 包含腰帶 包含所有的東西 100多萬 甚至我就必須要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 連這個 1342的八罐 我是說真的一件事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八罐 賣到北約 只賣一塊前面的那個什麼防彈衣的布 那我都不好意思講 這個只賣到我們台灣 連內褲都是自己穿的 而且價錢只有一罐 八罐140嘛 他只有15塊是不是一罐 我跟你講這個兩罐可不可以 兩罐 所以法人都在負荷黃靜沼的講法了 去之前的這些所謂的華城 甚至包含大同 那都是負荷我中心店的 現在怎麼八罐 其實我們早就家喻早就超過了 你還不趕快跟過來 連外資都跟上來了 國防概念股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改變你的觀念 然後選擇題材股 然後你就可以跟上 真正會飆漲的股票 國防概念股 我們等著你掌停 掌停 再掌停 等你電話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記在首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 Code 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彩節目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拨打 運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運達投顧標股產業專家黃老師 主流輪動快速 標股打敗大盤 上半年生技光光 完美避開虎年風險 本破斷無人機 安全監控領先市場 強勢獲利 國防軍工 生技標股正在啟動 聲明操作標股 尋求獲利最佳家族 迎新除舊回饋專案 先鑽標股年後計算 一個不達標股專線 02-2781-0909 2781-05